马路上出现了一大群牛在挡路 让驾驶无法通行 台南有民众就把这个亲身经历 偷上网分享 画面曝光笑翻好多网友 说简直像是被牛逼车 不过牛群到底从何而来 实际询问才得知 原来是隔壁牧场偷跑出来的 警方也发现这样的状况 已经不是头一次了 业者无奈回应 牛群实在太聪明 只好加强改善门锁的强度 开车开到一半 前方逼近的是一整群牛 你没看错下的后方车辆 赶紧的退炉 原本都要往前行驶了 现在却被牛儿们进攻团团包围 竟也不是退也不对 特殊遭遇这车主觉得傻眼 但更多的是超难忘 就觉得我总共一群牛跑出来 然后躺在前面当鹿霸一样 还蛮傻眼的 就在那边等了一下 后来我先打电话报警 这一幕就发生在11号凌晨12点多 当时郑先生开车行进台南 行营和下营的交界道路 因为实在太稀奇 画面曝光也笑翻大批网友 直呼从来没想过路上有被车逼过 但还没有被牛逼过的 看到大牛要闪 因为实在惹不起 警方获报也赶紧抵达现场 帮忙控制这群里家出走的牛 就算是牛群也得遵守 稻礁条例 以免开罚 只是这牛从哪里来的 实际回到当地 原来是从一旁牧场 离家出走 这情形已经不是第一回 牧场人员也很无奈 门一锁在锁 怎么知道牛群竟然比人还聪明 现在只能再加强门锁强度 以防牛群再度脱逃 大马路上上演牛霸逼人车 借黄富奇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